河北挖出纪晓兰墓 专家将棺角打开后 墓中景象让众人大跌眼镜 这间棺内六具女子尸骨凌乱的散在其中 看得专家毛骨悚然 打开中央的棺角后 墓主穿着整齐 周围财宝无数 与外面的六具尸骨对比鲜明 纪晓兰在我们的印象里 那就是为民请命身上正义的清管 可为何在死后的墓中会有六具女尸与其陪葬 而她在历史中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 别走开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开纪晓兰身上的神秘面纱 事情发生在河北的一个偏远的山村中 村中的老人如往常一样在山上进行采药 就在这时一旁的林中突然传来一阵异想 当老人靠近看后 竟发现一座坟丘赫然立在林中 周围还有着几处粉堆 其中老人以为这是寻常人家的一个目的 但就在他要离开时 突然想起村中流传的一个故事 在早些年前 又为朝廷重臣埋葬在了此处 当时送葬队伍十分庞大 仅仅装陪葬品的马车就有五辆 在老人回村后 立马就和自己的好友分享了自己在林中的所见 不出意外 这个消息很快便人尽皆知 在当地文物局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马派了一支考古队赶到了发现地 在专家对其勘测一番后 顿时就被这墓葬格局给吓到了 周围那大大小小的坟堆竟全是中间墓葬的陪葬墓 见此情景 专家立马让人封锁了周围的区域 接着便开始了发掘工作 官国埋葬的位置并不深 没过多久便迎来了第一次开关 在这具关中的是具女尸 虽尸骨零零散散 但还是有少数的陪葬品 专家对此判断 这具尸骨可能是墓主的妻子 但很快就被狠狠打了脸 在将其余的几个关锅打开后 这件关中竟全是长短不一的女尸 其一共有六具 这让专家顿时一头雾水 从方位来看 这些女尸应该是服务墓主的 而她们的年龄却都是花季少女 这到底是什么人 竟如此丧尽天良 生前让六名女子作伴就算了 死后竟还让与其陪葬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考古人员 发现了一个石碑 即将揭开墓主的真实面貌 河北偏远山村 发现纪晓兰墓 墓中六具女子尸骨七零八落 与墓主尸骨形成鲜明对比 而在我们的印象中 纪晓兰一直是个为国为民的清宽 但为何墓中会有如此凄惨的景象 在历史中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 随着一块石碑的出土 专家无一不被石碑上的内容所震惊 只见这石碑历经多年 虽已经是破损不堪 但一切可以看到 上面刻有 嘉庆 纪君几字 难道这是纪晓兰的墓格 如果是这样 那关中的六具女尸又是怎么回事 在很多人眼中 纪晓兰一直是正面人物的代表 她和和珅一辈子都在斗智斗勇 而且她本人智商十分的高 给我们的印象 一向是为国为民 不尽女色 乾隆 嘉庆 两位皇帝都对其相当赏识 而且嘉庆皇帝不仅亲自给她撰写过名文 甚至在她死后还下旨从国库中拨款为其修坟 纵观历史 能有这样待遇的人可谓是屈之可数 不过这六名女子属实是让专家摸不清头脑 带着心中的疑问 众人决定 先将最后那具棺锅打开 随着棺盖被缓缓抬起 棺中的场面让众人大吃一惊 只见棺中的两具尸骨 一片安详地躺在棺内 周围满是各种金银玉器 出土的陪葬品 更是数不胜数 这与先前的六具相比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专家看到这样的场面 此时也确定了 观国中就是纪晓兰与其妻子 不过对于专家来说 现在更让他们感兴趣的则是那六具女尸 他们与纪晓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而他们又为何会被如此凄惨地葬在此处 往那个地方 往那个地方点 河北挖出纪晓兰墓 专家将观国打开后 墓中景象让众人大叠眼镜 只见棺内六具女子尸骨 凌乱地散在其中 打开中央的棺果后 墓主穿着整齐 周围财宝无数 与外面的六具尸骨 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调查的深入 其中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 而历史中真实的纪晓兰 可与我们所在影视中 所看到的有着巨大差别 真实历史上的纪晓兰 并非不尽女色 没有什么中年未娶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 很多男子都是一夫多妻 而季晓兰可谓是严格遵守当时风气 先后一共娶了七个老婆小妾 且据《崇明漫录》记载 日欲数女五谷如潮一次 归欲一次 五肩一次 伯木一次 林卧一次 不可缺者 简单理解就是 她从早到晚都需要女子相陪 我们对她的印象多半是在影视作品上了解的 尤其是前些年热播的铁齿铜羊纪晓兰 剧中的她的形象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才子 而在历史上也确实如此 她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 有着极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没有点真才实干 也不可能会被两位皇帝所看中 但为什么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 会对女色如此痴迷 这缘由要从她的经历来看 她出生于名门世家 打小就天字聪慧 但她的仕途之路并不顺利 前几次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 但有本事终会有出头日 在乾隆19年时 30岁的纪晓兰靠中了进士 接着便开始一路畅通 从最开始的无名小卒 慢慢做到了最后的一品大臣 在这期间 她将身心全都投入到了国家和百姓身上 但在1768年时 两怀贪污炎引案发 乾隆得知后勃然大怒 下令要将其满门抄斩 但在搜查赃款时 却发现赃款早已消失不见 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 原来两怀盐运使卢建增的孙子是纪晓兰的女婿 纪晓兰也因此给卢建增传递了些消息 让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将赃款转移了 乾隆得知后 一气之下便把她发配到了边疆 而那是边疆地区汉匪盛行 说白了就是让纪晓兰去送命 好在之后她主编了四库全书 因此才保全了性命 经此之后晚年的她可能是看淡了职场的勾心斗角 于是便一心沉迷到了美色之中 不过她虽妻妾共妻名 但在史料记载上 她对每一位小妾都如同妻子一般 经常会与她们培养感情 因此在墓葬中的六具尸骨 应该是心甘情愿与其陪葬的 但因当时封建制度的原因 妾的地位是很卑微的 墓葬更是不会被重视 在季晓兰死后 后人对其妾的陪葬是草草了事 因此才会与墓主有着天壤之别 至此为止 季晓兰墓葬中的谜团也终于真相大白 在这之后还会有哪些古墓骑士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接着看